台北內湖大湖山莊 一度滅頂的地下市 志工聯手鏟圖年稠淤泥 土法煉鋼裝成一袋袋送出 數不清的泥漿布袋 也有國立台灣戲曲學院的 年輕大學生加入 提高清掃效率 很高興 然後可是會累 很累 很累 但是還滿高興的 舞女建廚 在靠強力水柱 賣力刷洗 一大早的時候 大概五六點的時候 就有一位師姐在社區門口 就趕快問我們管理員 問說需不需要什麼幫助 也很感謝你們動員得非常快 當天大概九點 就一堆志工就來了 來幫我們清家裡 裡面的淤泥 還有一些大型的家具什麼 也都幫忙我們一起處理 那時候就是淹到這邊 水到這邊 瘦災民宅一度淹水半層樓高 水泥牆面吸飽水 根本沒辦法重新刷油漆 鄉親滿腹苦水 手忙著清掃 顧不得吃飯 慈濟志工設想周到 來來來來 他們會來 有幾位 三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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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感謝慈濟的活菩薩 這個完全是自動自發 整個整個都過來幫忙 給我們 帶給我們很大的溫暖 早餐 大家忙得都忘記吃早餐 我們吃雞也提供我們早餐 中餐 晚餐 一 二 三 謝謝泰國 暖胃的便當還有費力的重活 幾乎都是年過半百的志工群投入 沾滿褲子的泥巴 是青幫青 靈幫靈留下的印記 帶新聞珍上面志工 池亮珍 王祝銘 台北報導 再來看到台二線通往石門路段 三位